华山基金会龙锦天使战服务独居长者 已经迈向了第16年 也特别跟龙金家政班一同举办庆祝活动 更邀请到了两位近百岁仁瑞 来穿上了仁瑞大学的学士服 一起到龙金国中校内 跟学生们共同为基金会庆生 也感谢志工们的付出 更祝福长辈跟学子们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两位近百岁仁瑞穿上毕业礼袍 开心的与现场的学子们同欢 尽管不是正式的毕业典礼 却也让老人家们笑得合不拢罪 华山基金会龙锦天使战服务独居长者 迈入第16年 特别与龙金家政班一同举办庆祝活动 今天有特别两位博士 我们的人瑞博士来参加 阿公阿嬷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觉得他是受到很尊重 而且是把这个服务跟照顾带进他们家人 所以他们家人陪伴过来都觉得非常感谢 他们的这个华山的用心 那这一次16周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能够跟华山基金会共同合办 也感谢所有志工 所有在地的所有的善心人士 一起让我们照顾老人的行动更落实 现场也安排学生与长辈们 一同进行体感闯关游戏 帮助长辈身心灵都好好运动一下 98岁的王金水阿公表示 自己几天前就在期待这个活动 也分享自己长寿的秘诀 强调要活就要动 而且要快乐健康的过着每一天 我很欢迎 我这样很欢迎 我们希望说在这场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人瑞跟我们的孩子们 可以一起互助 可以有一个教学乡长的一个部分 基金会表示 台中龙景站服务约205位长辈 以相亲住相亲的服务理念 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 期望有更多的民众一起来支持 让温暖得以延续 记者杨周环台中采访报导